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樣子,一拜誰就要講 後來串燈剛好就是沒有開門 所以就把它做成全力 3-DOTS的操電 就是從以前學到現在 它已經改過了很多種 我一看起來都是最上面那種 就是已經是傳統的那種操電 第二種就是它是後來再改的一種 就是說不用旁邊啟動Sidebox 但是它就是 我自己在寫是覺得有些限制 就是說有些傳統操電可以做到的東西 在這上面很難使用 就是做不太粗啊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只要去查一些元件 不過它後來現在又推了一個 就是AP-DOTS的SDK 那這個東西的話,我自己來做的感覺是 似乎 之前在傳統套件可以做到的東西 在這上面都可以弄多了 所以 我就後來就一直在想說 我要慢慢把我 就是在 我之前做的一些套件 就是慢慢把它轉到這個 這個新版的這個領域上面 那就是也稻微玩了一下 不過因為最近就是有在忙去其他東西 所以就 也沒有真的花太多時間 那就是下面有一個網址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再來就是講這一個 就是 現在大家在講的 這個 就是 Electronicity Electronicity 就是這個東西 那 現在這個就是說 它現在改成就是多程序的辦法 就是說它會開兩個 應該是兩層 所以才兩層 然後把UI層跟那個 Content的那一層 就是變成兩層的 process 然後就是 或者下面就是這個 公共的process 跟Content的這個process 那公共的這一個就是你的UI 就是擋 5box的那個就是UI 那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希望你的 Content的process 在搞的時候 或者它 Squid卡住的時候 不會放免你的UI 這樣子 那 我自己測了 目前的版本 就是從 Development的那個版本裡面 還有Nive的版本 Nive的版本 Nive的版本裡面測 目前感覺上 還有不少問題 就是我們自己在試 還有不少問題 還有一些奇怪怪的版本 所以 估計應該不會太早上這個 同樣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Message Manager 這一塊 那這一個東西就是它 用來處理 就是e-linked 在不同的process 之間的溝通 東西 那這邊就是 其實 文件是蠻多的啦 然後 有一些 不錯的資料就是 網路上可以長相 那最後就是 用這個 就是 AVDMX以前去開發 你的套件的話 官方是有發明說 以後用這個套件去開發的話 就不會遇到 這個E10S的問題 但是目前還是會遇到 因為 就我剛剛講的就是 目前還是有些Bug在 所以 但是官方是說 會把它處理到好 所以 盡量就是 以後 請了招街師兄 這個來看開發的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 工具 工具裡面 那之前 之前是 用的是 這個 CFS 那這好像是 Python的工具 那 那 它在前面的時候 我沒有去弄 所以 就已經 忘掉了 在一起 現在就掉了 那 那 下面就是 最近 也不是最近 也有正常 就是有推特 那個CFS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 我自己用起來 是還 蠻簡單的 那 那 設定的方法 其實也是蠻易的 就是 如果你在 網路上面的話 就是 就是 用那個 Applegate 先裝那個 Node 這類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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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用一些 像Node 這類型的東西 應該就是 裝得起來 那也可以直接 裝這個 這邊就是 讓你做那個環境 好 然後最後就是 裝這個套件包 就是 ZDN這一包 那這裝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在旁邊 那裡就直接 開始用了 好 那這邊就是 他提供的幾個 幾個 指令 就是 ZDN還可以做 就是蠻簡單 那 我為什麼不講 因為 文件其實還蠻詳細的 所以 我們就大堆打一下 那第一個 就是 你先 就是 ZDN 那他就會幫你 就是 就是 引擎你的套件 的一個 就是 就是 目錄這樣 然後 你進到這個目錄之後 你就可以 基本上 就是直接做這個 就是 進到這個目錄之後 他會做一些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做 他是改你的套件 他改了之後 就是 就是用這個 ZDN run 那這個 run的動作 他就是直接幫你把你的套件 打包成 打包成 一個 然後直接放到 你指定 你的那個 就是 ZDN裡面 把它執行起來 這樣 所以這兩個 就是比較有用的 然後 再來測試 如果你有寫 TestPath的話 應該是不用到 最後就是 這一個 ZDN炒BI 那他就幫你擋 那個 就是 最後要幫你擋 你的快捐造成一個 那個炒BI 這樣 那這邊就是 這下 大家就再去 那個 這些 那 Init 這邊做起來的話 我這邊是 先取這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你就直接先 就是 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你就先進到這個資料夾 裡面 然後你就做這個 Init Init完之後 它就會幫你建一個資料夾 跟這三個檔 所以說 會幫你建這些東西 那大家就看一下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你 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 剛上階的就是 那個Init的動作 它入了一些問題 就是說 問你說 你的操縣要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的操縣要跑在 就是說 你知道跑了在box 還是要跑在那個地方裡面 就是 所以問你 就會問我 然後 然後 它問你說 你的license 是什麼樣的 然後你就是 回答了之後 它就會發生那些檔名 它這個檔名 有大家聽到 所以你之後其實 還是可以再回來改這方面的東西 就是 你第一次如果選的資訊 就是 之後的修改就是 直接開這個檔名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就是 你的主要的程式 跑到這個地方 所以 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這一段其實是 它打開 不會有這一段 這一段是我後來 我來測試就是一個簡單的senple 它 你如果直接 init的玩的話 沒有被抓 那這段senple是我去看 那種 網站 那我等一下會講 加那個網站 加欄內 反正這個senple 就是說它 這裡 就是 就是 用reclive的方式 打這個sdk裡面的一些 一些 就是 氣有的原件 就是拉進來 就可以開始做一些功能 像這一個的話 主要是要做 就是快速功能表上面的東西 那就大量這樣子 然後 用reclive的部分 就是 以這個來講 就是說 你可以 你通常 你通常 不會直接寫 JVM Reclive 因為這樣子 它就會一直幫你拍一堆 投擺 因為它每次reclive都會 拍一個新的投擺 所以你通常就是 還是要在指定一下 就是說 你要在哪一個 bybox版本上面 用 然後你要在哪一個 profile裡面用 所以 一般 像我現在用的話 我的指定大概就 會 大概就想這樣 就是說 跟它說 我是要在 reclive的 這個bybox裡面 做好想 或者它講 我的profile是這一個 那它就會 因為有時候 然後我們會需要 重複的在同個profile裡面 譬如說 寫一些設定 所以就會 需要這樣子的 一個設定 大家是要看 Live沒有嗎 你要Live寫套件嗎 沒有 沒有 Live包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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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覺得 我覺得 不要這樣 就是 跟它講一下 就是 下一個resource 就是 來 慢慢做的一切 來 慢慢做的一切 好 好 那 大部分的resource 就是在 這個 MDN 這個 MDN MDN 這個 MDN 裡面 有很多resource 主要就是 在講說 這個就是 它一開始在教你 怎麼開學 然後 有一個 超級簡單的 一陣棚 你可以先給這個 然後 就有一個 很簡單的 一陣棚 就是一個 那 我找一下 我們 以前的那個 好 好 這個 好 這個 好 這個要怎樣講 所以 我覺得 比較需要的是 就是去看這個 SDK的目錄 就是說 像 你在寫每一個功能的時候 你可能會 一定要進去再看詳細 因為它的 Sample都非常簡單 那如果說 你要再寫的 比較仔細一點 就是 一定要進去看 而且它這個 還夠 你要再點 你要點這個 好 最近就會有 非常詳細的內容 是解釋說 它每一個 Conformer的 就是 世界屬性 然後 各種 各種你會 遇到的 例子 像 像 我之前一開始 遇到一個比較大的 例子 例如說 像一個 快選功能表 通常就是 快選功能表 然後 就是有一個項目 然後你可能右鍵 然後有那個東西 然後你電影像 然後它會執行 某一段的 但是有時候 你的上面的文字 就是快選功能表上面的文字 是必須要從某些內容來的 所以它就會有一些方法讓你說 你快選功能表還沒有彈出來之前 怎麼取得網頁上的內容 然後丟回來之後更改你快選功能表上面的東西 然後再去執行 所以這裡面其實是有比較多的 所以你如果是 真的要去寫一個標完整套內容的話 就是 上面這些 就是 sd shell的建築就是 你會想要進來這邊找 然後再講到什麼 進去最後 然後再講到什麼 進去最後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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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10-12的問題 這邊就是 有在提到 這邊就是 怎麼整個 怎麼講做 然後在這裡說 你要怎麼調整 你原本的 所以说如果你原本是用其他方法写的,那现在就是用调整在你的套件里面做调整,大家可以在这上面正常运作 那它会有一些,这边主要是有一些解释,就是有解释空的滑水,像康泉滑水的时间怎么互动 所以这一个地方有需要可以安防,这一样就是在刚刚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家里面的早上,所以有需要自己到这个地方来找一下 最后要讲一下就是这个,这边其实我们之前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后来有人跟我讲,所以我又跑进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说XBL的东西,其实这个XBL是超级複杂的套件,有一些旧的套件都会用到这个,超级複杂,连我自己都看完了 这个XBL也是传统套件才会用的,现在就是说他们有在讨论是不是要把这些东西都引掉 好,因为现在套件的教费其实蛮不断的,所以我觉得第一调常连家人也不错 但是如果是等一档,那些基础去写的套件可能说,就是要做一些更新,要算就很盘 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决定的东西,所以就看一下 最后就是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我简单弄的 DPSBug 已经改了很多Bug 现在很多Bug还没修完 所以现在是不需要改 所以如果有人要帮忙测试的话 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就是抓测试板 抓测试板 那这边的例子 这边就是有 那如果有事要问题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 一直在那边回报一下 那另外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状态就是 Oven PDG 那这个Oven PDG 就是最近把 DPSBug这样一些东西 就是移挂了 包括SSH等等的一些东西 都已经挂了 那有些 有些 目前大概是长这样 可以做 其实可以来给你们一下 这个到底可以给你们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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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了很久还找了很多平台 那感觉这个是比较可以用的 那我试了下次还不错 那有些动态就是 有一方面 就是 不像大学的说流畅度等会很差 就是 还不错 好 毕业的东西更多 因为真的还没有写 那大概就是这个流畅 大概就是这个流畅 大概就是这个流畅 就是流畅器材 上面这些就是字顶文 这些字顶文 它相信这个是 这些编号什么都写 问题都是 自己的 然后排版非常的辣 排版非常的辣 因为没有真正写排版 可以很像嘛 从下好像要按一个热键 不行啦 我会记不然 不能从下 我也是没有 又好像有线上的 可是它没有那个 可是我在直击上面可以 我在直击上它会变横的 你在直击上 对 我做到直击上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是原有 可是要 我是在直击上测 所以测很像 为什么会 用上测给你 知道这个 这我就知道 然后搭框 搭框 搭框 大概是这个 这个 你的那个DOA里面的 那个长度 没有想法做限制 我太短了 好顺喔 我就说 现在就是还有一个 找完 放个鞋鱼啊 就是说 趕快 有兴趣加入了 麻烦就是 趕快来帮我看一下 这样就好了 可看不就 没有啦 就是一定要有迷装啊 这个我真的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 你知道下面这里 有三颗牛 对不对 这种是iPhone的设计功德 Android 你知道下面也有三颗牛 如果也有三颗牛在这里 这个就是非常高高的设计 所以Android的UI另外在哪一旁 所以我们要先丢出来 然后就会有 就会有 就会有设计师看不下去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就是要讲教 就是 有兴趣的话 就 不要怀疑就是 趕快进来这边 进来这边 帮忙 帮忙解答的 然后帮忙 帮忙 帮忙设计UI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